吃了没有 看 那边都没事了吗 没有事 没有事就好 晚上好 说说一个集吗 晚上好 我刚刚才 麻了 今天麻了一天 然后 也没有时间给大家聊天 我刚刚到办公室 开个直播 给大家聊一下天 感谢点赞 谢谢个节奏 晚上好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我的公司 今天去了解了一下 位题应该不是很大 位题应该不是很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处理好 晚上好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处理好 大家也不用担心 说三个姐妹 大家也都不用担心 好吧 阿子被开除了 什么 阿子怎么可能被开除了呢 你们不要带节奏 不要乱说 知道吧 阿子那边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了 知道吧 那边我 我那个管理人员 我已经交代好了 就是说 会对他们好的 会带好他们 知道吧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在这里带节奏 知道吧 直播间两千多个人了 马上三千人了 咱们把账的点下 好吧 摔个姐妹 今天晚上给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去处理的一些事 今天遇到的一些事情 摔个姐妹 因为这几天 摔个姐妹 也一直一直很担心我 所以呢 我也想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真的开除了 什么 怎么可能开除了 你们不要乱说 知道吧 那阿子跟阿姨 我跟他们安排好了 然后管理人员 我也跟他们交接好了 我说这两个女孩 干来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 需要带她妹 然后好好的照顾她妹 我交代好了的 知道吧 交代好了 真的被开除了 不可能呀 这怎么可能 小花这事你知道吗 这事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今天没有开 我看一下粉 粉丝群里面 怎么可能 你们不要乱说 我知道吧 阿姨 阿姨阿姨 他们在我公司上班的 好好的 怎么可能被开除吗 这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我跟管理人员 共同好了 好像 好像现在 张立贝 好像会 那边主管开除了 阿姨 我们两个今天忙了一天 现在准备上班去吃饭了 你们吃饭了没有呀 你干嘛 哎哎哎 你在干嘛 怎么 我在 我就拍个视频给 上班的时候拍视频干嘛 不是下班吗 到下班时间了呀 你白天的工作你忙吃了吗 还有什么吗 你今天白天你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打扫为啥 我这几天都不让我打扫 因为你过来私来 打扫为啥 那你跟我们说做什么嘛 我们就 公司那你来的话 要 要我说什么的话 还要你们来干嘛呢 你明天不用来了吧 那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不说 没事 你不用说多了 我们就说明天你不要来参加班了 哎 不要这样子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别那么赶我们两个走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 娃琪我们两个好欺负啊 不是好不好欺负的 娃琪为什么跟你说话 你还赶我们来不走 我东西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你不明白吗 你们两个别吵呗 设公司了 吵手不吵 明天你们两个就真的来了 哎呀要吵 你我今天带到四 说了算 那我二个都还没有说话呢 那我二个都还没有带我 现在说了算 不是 你等你等 你不要这样子嘛 我们就等 我让你们两个要吵 不去吵啊 你不要这样子嘛 你我们做什么 你跟我们说就可以了 不要跟他们说了 真的是走就走呗 不要吵阿姨 阿姨 你两个人走了 真的是烦了 阿姨 你不要这样子很难 有个步骤两个棋啊 嘿 阿姨 你不要吵 我以后会 吵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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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我们两个走 不是阿姨 我们要好好的阿伟哥大牛 我们好好的哥大牛 你道歉 在八什么钱 他们都赶我们走了 走了 真的是烦了 你不要这样子啊 我没有我们家 我们家他们给我们做的 照什么照你看 他都这样子欺负你了 这怎么回事啊小王 现在我也不清楚 今天很多书阿爷哥姐们在那个粉丝间说 然后我刚刚也是在看见的 刚刚刚到公司我在看见的 又一直在这边说这个事情 这边公司里面经济 这什么人啊 这两个管理员是 我看是哪个鼓端安排过去的 你们马上把我问一下 是哪个鼓端安排过去的 这不故意搞我吗 这不 我走的时候明明跟他们交接的很清楚 我说这两个是楼崔来的姑娘 他们什么都不懂需要带 对不对 我去问一下 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现在谁都在搞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吗 是不是 我不知道知道吧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今天我的公司我处理不好 我今天麻了一天 麻了一天之后呢 麻了一天之后呢 我就刚刚才写下来做到办公室 我以为是匪师们在带节奏 知道吧 我这边问了 是那个陈总 那个他安排的这两个是 陈总安排过去的是吧 对 陈总 现在就这么搞我 没事了小娃 你明天直接去去去那个公司 去阿子他们上班那个公司 直接把那两个寡领给我开除了 听到没有 你就说是阿伟哥说的 我明天去说哪个的 没想到他们都会搞我 那现在都背叛我了 如果陈总问你什么话呢 你就说是我安排的 阿伟安排的 阿伟哥安排的 直接开除 听到没有 好的 我真的是服了 然后我明天我亲自跟阿子他们打电话 我叫他们回来 我跟他们安排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公司 没事 我没想到会这样子 直播就摔个几买 我现在一肚子气 我的事情我都没有搞好 那边又这个样子 真的 你们觉得我怎么去搞吗 对不对 这边的公司 我都没有出你好 那边又这个样子了 我以为肯定是有人搞鬼 知道吧 我来的时候 我跟那两个管理 管理 我来的时候 我跟那两个管理的说得很清楚 说好了 叫他们带好我那两个 那两个朋友 对吧 阿子哥阿姨是楼村里面出来的 他们啥都不懂 他们需要学习 需要时间 知道吧 他们啥都不懂 我说 好好的带对这两个女孩好一点 好好对这 对这两个 带这两个女孩 我来 我才来第三天 第二第三天 就这个样子了 出现这种问题了 小王 你明天你自己亲自去 开车去 知道吧 早早到就去 你早上就出发 亲自去找 亲自去到那个公司 然后把那两个人直接无条件的给我开除了 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都直接开除 好吧 你就说是我魅力的 直接开除 陈总跟你说什么的话 你说阿伟哥安排呢 好吧 然后我 我把我这边事情忙好了 我再 再好好的去跟他 跟他谈 他是什么意思 他看不起我的人 就等于看不起我 对不对 我来的时候 我怕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特意交代来的 知道吧 我特意交代了 我说这个是我的 这两个是我 我 我 进 进 小你 这边 主要是下面的人 都在问这几个月的工资问题 你们这边该处理了 下了 因为前面不是你出去了吗 然后我这边也 一直没找到你人 就说等你回来这边 你看 先处理一下 因为确实压力太大了 我这边也顶不住了 我知道 那个小你 那个你 这样子嘛 你你先给我几天时间 好吧 因为我现在 我也刚刚回来 然后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搞清楚 然后现在是 欠了几个月工资了 是吧 对 是这样的老板 因为你前面 你不是 就是你不在 可能你不了解 就是这边 也一直 他们也不是很想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都说就要找你 找我是吧 对 因为这边我确实脱不了了 因为前面人家 你确实啊 我们上班的出来 也挺辛苦的 你说我的就算了吗 人家下面那么多人 干了几个月 大家都是有家庭的 也要养 养家里面 就几个月 没有发工资 就本来我前面 跟他们说的 就是两天以前 当时我就说 能处理这个事情 又拖了两天了 确实处理不了了 你说几天 可能有点恼火 你看一下明天 就是最迟后天 你把这个事情 给处理一下 因为确实 拖了也太久了 我这边也没有办法 那个小你 那个就之前 之前那个 推股的那个股东 他有没有来过公司 最近 没有没有 没有来过是吧 你们没去找财富吗 因为我们找了 他们那边就是说 叫我找你 然后他们说 他们跟你们这边 就商量好这个事情了 然后都说 让你们来处理 后来我也联系不到他们